昨天晚間在台中大理這個公園 出現了十多個人 疑似是因為男女的感情糾紛 就相約談判 只是這談判破裂 兩方人馬大打出手 十幾名男子大聲叫囂 接著開始護殴 不時還能聽到 金屬武器碰撞的聲響 台中深夜街頭上演全武行 哦 放腳棍 兵兵兵兵兵 兩三個四五個吧 就開始打電話 就開始打電話 然後十分鐘左右吧 就開始變十幾個 可以到這邊變二十幾個 警方到場後鬥毆才停下 不少鬧事的人逃離現場 剩下十多人遭到制服 幾乎都是年輕人 因為鬥毆造成不少差錯傷 警方立刻協助包紮 其中一人傷勢比較嚴重 送往醫院治療 被送到女人害哦 鬧事人員被警方帶回派出所 理清案情 沒想到一名家長 聽到兒子被打到送醫 氣得來派出所要找對方理論 沒有沒有 你會說嗎 我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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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哪不會了解 你 家長情勢激動 警方費了一番功夫勸縮 才讓他離開 事發就在台中大理 10號晚間11點左右 十幾名年輕人因為感情糾紛 談判破裂才會大打出手 虛口醫傷害及妨害秩序罪 全部移送偵辦 記者胡杰倫 林宏基 是品華台中報導